大家好 各位介紹下面這張商品 那我們已經有拍過BWSR的一個辣椒管了 那今天呢我們再拍一個就是一個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三代新進站 然後呢我們有之前在辣椒管的部分為各位介紹過的影片 那裡面有說到 我們四代新進站跟BWSR的部分 是做因應風扇蓋的問題 所以是做下繞 而其他的車型像三代、二代、一代 或者是像BWSX、G5、G6、雷霆等車系 我們全部都是做側繞 那目前呢會各位介紹的呢 這個是一個三代新進站 辣椒管側繞的一個方 一個排氣管的一個這個 實際拍攝的一個影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前段的部分我們看一下 我們把攝影機拉近一點 這個距離這個風扇呢 大概呢我們看一下 至少還有一隻手指頭的一個寬度 我現在的時間還沒有摸到風扇 然後像這個避震器的跟排氣管之間的間隙也大概在一隻幅左右 都有在一定的設定一個範圍 雖然有點近但是絕對不會去碰到 然後呢像這個前面一個部分 我們仔細看一下 雖然辣椒管是賣1999而已 但是我們光從鎖點再看 還有仔細看喔 這個是兩層的喔 前面前段直接插到中間 中間再一段直接插到後面 會增加這整個中間的一個強度 很多很便宜的排氣管 它沒有中間這一個 中間直接在前段直接 都把它捅到最裡面去了 所以並沒有在做這個防斷的一個加強的 這個加強的一個部分 那像這個我們看到排氣管的一個吊腳的部分 也不是一個薄薄的鐵片 而是成為一個摸字型的凹成一個摸字型的一個 這個立體的一個製作 我們看下吊腳 下吊腳是由兩層所製作 所以呢 辣椒雖然是1999 但是它的製造工法 卻是全部呢 都是用這個 大概是我們想看的 大概市面上大概四五千塊的那種 黑管的一個方式來製作 再加上鋁合金的護片 實在 非常的超級 非常的好看 上下呢 都有這個特殊的一個火焰圖騰 好 我們來聽一下 那基本上呢 這個跟下繞的回壓管呢 全部都相同 統稱部分呢 目前這一批都是回壓的一個設定 所以呢 不管是側繞或者是下繞 目前為各位介紹的都是一個這個 回壓的一個設定 再特別說明一下 我們發動一下 那我們現在 拍攝的角度呢 一樣是在右邊45度角 那麥克商戶麥克屬屬呢 比較長 喔 拍攝的地方 那基本上呢 這個固定的蓄泥呢 不管是任何一支排氣管 都方便說 讓各位去做一個 非常OK的一個 聲音上的一個判定 那目前這台塞賣新幹市原廠堂 並沒有做修改 好 剛剛是把轉速拉到大概六七千轉左右一個音量 那目前呢 各位所聽到是一個怠速的音量 喔 所以呢 應該可以很容易的去判定 基本上呢 聲音呢 在所有排氣管裡面呢 算是很小聲的 喔 那目前的回壓設定 也是非常小聲的 喔 然後呢 呃 桶山的部分呢 呃 這個 呃 裡面的 這個內桶的一個部分 都全部重新做一個設定 這個是由台中Devo 喔 這間所設計 喔 所主導這個 呃 來生 來製造這個 把他催生出來的一支大膠管 那目的呢 真的就是 讓各位有最超級的一個這個 那希望朋友們可以到影片的正下方 賣可商務基金品來 呃 連結到我們的Facebook 或是我們的一個 網路的一個賣場 做一個詢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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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